另一隻,剛才我們也說過幾隻科網股 現在就想問一下Bilibili 會不會見285-290元? 不明白為何會見200多元這個位置 Bilibili和快手這些向我都看得很淡 最主要是因為業績真的不行 你見到他們的業績其實虧損的狀況還是大 而且因為內地方面開始有很多監管短視頻 變成整個氣氛、走勢都是差的 所以這些位置不建議 甚至乎如果你看200多元的話 可能想投資他 我覺得反而投資他就可以考慮 但如果你說看好他,我就不看好 最慘的是以往的時間 大家就可能純粹覺得他們業務的前景好像很好 但一個現實問題就是他們集會線 甚至乎那個商業模特兒 我一直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跟大家說 以往的時間都是 大家說不要買快手 不要買這一隻 所以這些位置其實按道理 我都是不建議大家追求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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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